台积电领工 涨94点收复10日线 苹果财报获利耀眼 欧洲央行可能扩大货币刺激 激励欧美股市大涨 台股周三也开高走高 中场收8748点 大涨94点 收复10日线 成交量增加至812亿 反弹的过程之中 今天的大函日KD指标 是呈现一个低档交叉往上的走势 是有利于指数的持续的反弹 只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说 今天的成交量是有一点点不足的状况 所以后续来看明天的这个量 如果能够有效地放大到 接近900亿的话 是有机会来回补 这个10月13号的这个跳距缺口 台积电大涨4元 攻上129元 成为多头总市令 金星 郭若薇 友达 齐鸿等 也强攻掌平助政 触控面板的盛华 FTPK 界面及安可 则一片残率 投资人可以布局两个族群 第一个就是说营收持续不错 而且季报表现加了这些族群 那另外的话如果强反弹的话 近期来讲可以去观察说 本坡来看股价跌幅比较大 那近期来如果股价跟季线的覆盖率 有超过10%以上的话 应该都有一个 运量跌升反弹的一个机会 动新闻综合报道